人潮滿滿滿 一年一度生技保健大展 在南港展覽館盛大登場 近千個攤位 攜手展示各式商品 其中主打生技助眠的支出 看見台灣人長期存在睡眠困擾 因此希望透過科技改善現代問題 在台灣調查起來 其實有深受慢性失眠問題的人 其實還滿多 比例高達11.3% 所以相當於每十個人裡面 就有一個人有受到失眠的一個困擾 因為平常工作壓力比較大 所以常常有可能睡覺的時候 就是比較不好睡 那其實這種問題其實是 長期就是困擾了 那等於說導致隔天的一個 工作效率非常不好這樣子 現代人長營工作壓力大 身心靈等多重因素影響 導致睡眠品質低落 因此營養師也特別建議 可以補充足量芝麻素 幫助改善睡眠困擾 芝麻素呢 其實它是可以幫助入睡的 再來就是芝麻裡面本身的 鈣質還有鎂 都可以幫助舒緩 還有安定我們的心靈的部分 科學的數據呢 有顯示這個芝麻素的含量 如果是超過10毫克的話呢 對於幫助入睡會更有感覺 其實我們滿推薦就是這個好棉支援 那它的芝麻素的含量高達50毫克 就是相當於是超過市售的 三倍的一個含量 那可以幫助入睡這個部分 基本上我自己吃了7天之後啊 那個感覺其實滿明顯的 就是比較容易入睡 然後以及說睡眠品質很穩定 不會就是半夜常常就是突然醒來 三四點醒來這樣子 使用純芝麻打造的好棉支援 小掃一包就隱藏滿滿珍貴芝麻素 透過沖泡飲用就能減緩睡眠困擾 幫助現代人養租精氣神 記者長雲聽代華城台北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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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